大人哥 真的如同你所分享的一样 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都是恐慌情绪在作祟 那么当大家不是那么害怕之后 市场就回到正常的轨道 往上走 台积电果然是快速填席 那么世新创意 双雄比价 把这个千金股还有IP股 全部都给带动起来了 政策三把火 包括了绿能 解封 生计持续烧 那么接下来的航行掌握选股重点 赶快交给大人哥了 好 那就请看今天盘要解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3月17号 星期五的仁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我们苦口婆心碎碎念 但是凡事都讲在前头 我们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过去这个礼拜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被好多好多的这个 利空消息给吓坏了 但是呢 我要先邀请大家做一个动作 先把大人哥的Light 8 还有我们的Tilgram频道 都给加起来 我们的Light 8的ID是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那么过去这一周 您会发现大人哥其实呢 透过Light 8 透过Tilgram频道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到底金融市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而在这些呢 看起来非常恐怖的消息背后 却是潜藏着很多的获利机会 而市场果然如同大人哥所分享的一样 当恐慌慢慢散去的时候 真的就回到了正常向上的轨道了 而今天呢 盘米有很多的重点 有很多个股的发展呢 待会我们都要一一的来请教大人哥 当然还是先邀请大家 我们的YouTube频道 帮我们订阅起来 大人哥的Light 8 提问频道 也一定要帮我们加入 任何的问题呢 透过Light 8 透过080066 8085的针线电话 都可以找到大人哥 跟他来交流 跟他来沟通哦 好 那么来看今天的这个盘哦 果然呢 不再那么害怕之后 就开始上涨了哦 台积电呢 也如同大人哥所分享的一样 快速填席了 那么下个礼拜 大家还要来看的就是 联组会要公布利率决策了哦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到底下个礼拜的行情怎么掌握 赶快来请教大人哥咯 好 那德宇好 大家好 我相信这个礼拜 我确实刚刚刚听到德宇这句话 我觉得真的是感同身受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所以呢 如果你在我这一个礼拜的LINE和Teregram 跟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里面看到的内容的话 如果你有认真看 我相信你这个礼拜是 虽然好像有点像是恐慌之中 但是我希望我是给你不断不断的那个力量 给你相关的信心的 所以虽然你会看到我常常跟你讲这个巴勒文 叫做什么 危机就是危险带来的 危机就是危险加机会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不只是告诉你巴勒文 我还告诉你很多很多这种 就是你可以赚得到 可以看得到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掌握到的一些方向 我先讲台积电好了 好 今天就填席啊 我昨天还说落了一天 结果今天的话他直接给你开盘秒天席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这本来就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原因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市场上面恐慌情绪所带动的挫杀的行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给你看礼拜天 这是3月12号的那个Telegram 直接抓给你看的这里面的内容 因为我那天开始就已经被一堆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粉丝朋友 跟我自己的团队的会员问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讲那个Civilbank 跟汽谷银行 他的爆雷的懒人包 这个在我们的那个LINE跟Telegram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讲完之后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包含的相关的 就是相关的机关们他们都很努力 而且都很积极在做应对 给你看一下这是在13号的早上的Telegram跟LINE 里面都有 那我只抓了一个部分而已 我告诉你 那天 美国的财政部 然后呢 美国的FED 然后美国的FDIC 他们竟然在台湾的时间 也就是在美国时间 美国时间的晚上 礼拜天的晚上6点多的时候 发出一个联合声明 他说 他就是保存户 保你 就是你可以提款 原本之前的那个存保只有25万美元 结果他告诉你说 有啊 我让你全部提款 稳定了一些相关的信心 那但是呢 你听到这个问题的话 没有 因为市场上面继续震 继续恐慌 因为接下来的话不只是那个那两家 就是地狱倒霉鬼 那你又发现说 怎么连瑞士信贷这么大支的 那种百年公开也出问题了 然后呢 你就看到是说 这一次是欧洲那边爆雷 然后呢 欧洲央行就来救 然后结果那个什么 那个瑞士的央行 他就说 他愿意给 就是借给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瑞士信贷 必要的资金 那瑞士信贷的话也跟他们借了500亿的瑞朗 所以 500亿了 亿来亿去 我们等一下继续看还有一个亿来亿去 好喔 对 然后再继续讲下去 你会发现说 啊 怎么那个第一共和银行 又再爆了一次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 怎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又不一样了 因为呢 我直接给你看 这个你也在我的Line跟Terry看到 然后 对啊 然后你也看到 你也看到我的说明了 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这边 他在昨天开盘的时候一度是中错了30% 嗯哼 然后呢今天收盘的时候的话是大涨了这边 9.98% 快涨10% 也就是一来一回这边就是40% 一天 的晚上 就是我们台湾时间的晚上 他们 他们那边盘通时间的部分 那为什么 你看到的新闻 我跟你说的部分 就是 因为 美国大通 等共11家的美国的大型 银行 联合注资第一共和银行 然后呢300亿美元 这是一来一去的 一来一去 对然后他就跟你说 那个包含像美银啦 花旗啦 摩根大通啦 富国银行啦 存入50亿美元 然后呢高盛啦 摩根斯坦利25亿美元 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银行的话呢 各有不等一来一去的这个美元 然后相关存款的话会留在第一共和 至少超过120日以上 然后呢 美股全面反弹啊 美股全面大涨啊 那我顺便跟你讲 你看我们昨天不是有跟你提醒过 你看喔 这是谁 NVIDIA 昨天已经几乎要创高了 然后呢 今天清晨的话 啪的一下涨5.4% 又创高了 有没有看到他 嗯 这是恐慌吗 这叫做是 恐慌反而带来挫杀的低点 不过他没有低点啦 因为他不是银行业 他就是高科技半导体业啦 那AMD给你看一下 7%多耶 7.72% 这是恐慌吗 这叫做是 难得一见的机会啊 这就是金融股的部分 这就是科技半导体的部分 那可是你如果看那个什么 FRC 有没有 这个 当然他就是最近比较苦足一点 就像我们自己的国内的2881 2882这种也一样苦 我等一下跟你说啦 然后继续讲下去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回来到今天的行情 那你可能刚刚看了 哦时间那么多 来 来看回来到今天的行情 这条线我一直画在这边 就算昨天是杀破了15300点 我也告诉你说 它就是一个市场上面恐慌的情绪 带来的一个杀盘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只要能够快速占回来到15300点 那就是表示说 它就是一次的错杀啊 结果你看今天有没有 今天的大盘中场上涨了231点 成交量的话也放大到了2645亿元 那今天的话刚刚前面有看到的是谁 台积电 有发现吗 一个开盘 它就是给你 它不能算秒填息了 因为它真的多了一天 所以是一天零一秒之后去快速填息 我只能说快速填息 因为说快速填息也都合乎预期 因为它就是这样的行情 可是我也跟你说了 你真的要赚它的除息行情的话 请你把我的Youtube频道的大人哥玩股的 新台币汇率TPFI 这个给你看一下 好 今天台币表现怎么样呢 你看这是现在我们目前录影时间下午2点20分的时候 这个比刚刚盘中又升值升更多了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是升值了一脚 所以你在怕什么 我只能说如果你真的因为一些新闻的事件 对 我刚还忘记讲 那个沙烏地阿拉伯银行有没有 新闻跟你说不再注资 错 那叫做是已经是在里面all in了 因为它再往上去做注资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什么就是监管的问题 所以虽然阿拉伯不注资 可是那个瑞士央行马上过来救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氛围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或者是说这些相关的法令机构也好 就是监管机构也好 这些大股东也好 这些相关的银行业都好都知道 没事 但是怕的是谁 一般的散户阿 一般的投资人阿 看着新闻在做股票的人阿 或许是你正在看我们节目的你 我不晓得这一次 你有没有多多看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跟YouTube频道 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你会对这一次的一个相关的事件 你会相信说 其实我当然一个讲的 就真的就是事实阿 那大家都这些时间点的话 就是渐渐信心回文阿 可是一个信心回文的话 就是涨量败点给你看阿 嗯 这我都讲过了 对 就是现在目前的行情 那当然下个礼拜的行情的话 一样 那会在震荡之中 然后呢会有充满的机会 那选股跟操作的重点的话 待会跟大家说明 我想帮你换名字耶大人哥 因为我们以前都说你秘密俱到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想帮你换一个新名字叫做POWERMAN 谢谢 因为我发现你的加油真的超有力的 大家还记得吗 大人哥在节目当中 那时候创意冲上去 他说世心加油 然后这两天世心冲上去 他说创意加油 你看今天怎么了 今天世心创意都加油 两个开始比价了 有没有 就把那个千金股跟IP股 通通给带动起来了 然后大人哥说 政策三把火会烧哦 之前都轮动对不对 今天怎样三把火一起烧 绿能啦解封啦生计啦 所以真的POWERMAN 请叫POWERMAN 接下来我们这个选股重点怎么抓呢 好 那么我在讲后半段的部分的话 我刚刚先调了一下我的画面 因为刚刚这个我们没有在RE的范围内的 来继续讲下去 这个给你看 这我刚刚才开出来的 你看这两档是谁 创意跟世心 对 左边的话是创意 右边的是世心 今天一档的创意收在1130元 右边的是创意 是世心的话已经来到了1205元了 那你如果看我们昨天节目 或者看我们最近节目的话 我不断跟你说 就是看大做小 你看着我说明切台积电 2330的台积电 看着台积电 然后做着它的受惠股 这是你现在目前应该要 就是可以寻找的操作的方向 当然我不能逼着你卖台积电 然后不知道买什么股票对不对 当然我还是回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 跟大家提醒的方向 就是到目前为止 敢买的人 敢买的法人 他们正在积极的为他们的绩效去做做账 我讲的就非常非常透彻了 我就跟你说过了 不会有人去什么拉千金股 然后去做出货的动作 到目前为止出货都是可惜的 因为目前为止还没到高点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高点的时候 去做爆量 然后去做那种只拉台积电 或者只拉一些那种单档的个股 可是出其他个股的时候就很有可能 可是这边不会是 所以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这两档个股比价 或者是说千金比价 顺便给你看一下 今天的千金股的部分 因为我昨天本来要帮另外一档加油 但是我自己漏掉了 那不过我给你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的话 盘面就是9千金 从信华开始点下来 点到普瑞KY 稳稳的 甚至是说普瑞KY到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到1,120元了 那普瑞KY 你去看一下他这一次 就是最近这两次的法说会 他跟你讲的什么 我快速复习给你听 他讲说第一季还在库存调整 为什么已经上千金了 我就告诉你说 因为第二季 他的库存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位 如果你真的等到第二季的时候 等到他库存恢复到正常水位的时候 等到他已经涨到1,200块的时候 他今天1,120块 但是涨到那个时间前来说 不好意思 他很有可能是短线上面的高点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一句话 我就说 告诉你啊 就是股价 他永远会领先所谓的景气 去做回稳 去做转强 我顺便给你看一下 普瑞KY 4966 好 4966 他已经是从那个574块 到现在目前1,165块 已经是你要翻倍了 然后呢我也说过了嘛 3661的四星KY 前天帮他加油 昨天涨停板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样的强势 原因就是因为 行情如果在半新半印中成长的时候 必须要用数字来确认方向 有没有 这数字就是他开法说会后 他给市场上面的数字的预估 我就说 开完法说会之后 法人觉得说 原来四星今年可以赚40块 有机会赚你那个3443的创业 然后呢结果他发现说 怎么股价会输创业呢 结果把市场拉上去 当然今天目前为止 这两档个股的比价的部分的话 我一样帮他们两档去做加油 因为这两档包含像是 那个四星创业也好 或者像是其他的千金股都好 他就代表的是现在目前的行情的部分 千金带来人气 千金带来比价空间 千金会拉抬族群的 族群的比价 往上的比价这样的效应 这都是我最近不断跟大家提醒 再次重生重生的部分的 甚至你看想强硕有没有 今天的话也是大涨的8.58% 那如果你讲到这边为止 听到这边为止 你叫做是取高喝寡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在我节目 看我节目的人 有多少可以就是 这边去做千金股的这样的操作 或者高价股的操作 但是我还是回归到一句话 也就是说 这些钱他绝对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他绝对不是散户 他绝对不是一般的那种 不敢买不起千金的人 他们绝对都是一些 比较属于大咖的资金的人 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他们敢这样做 原因就是因为 行情本来就是错杀 行情它本来就是一个 难得会有那种错杀低点 他们是逢低减便宜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行情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看法的部分 然后跟大家做补充 那我也顺便跟大家提醒 你看那个 看大家做小 有没有 6788的滑井店 最近又 你今天又涨停板了 对 涨停 对啊 那这个现行也蛮漂亮的啊 你看 这里有没有也是那个 整个带旦 对 有没有有点像 准备要 要顺水推舟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 但是现行 现行告诉我 他还蛮漂亮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好好关注他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继续讲下去 就像刚刚德宇讲到的 那因为毕竟下个礼拜 也还是有那个 FED的利率决议的这部分 那不过现行不行市场面看起来已经对于 1月份的 3月份升息一马看起来算是已经是共事了 所以我相信下个礼拜的行情 依然有可能会在一些相关的震荡的过程之中 但震荡的过程之中的话都会充满的机会 带来所谓的磋杀的买点 甚至我就再次跟你巴勒的讲说 危机就是危险加上机会 所以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你看像今天有没有 那个6000块的还税红包 千户万换总算快要 可以拿得到领得到了 所以呢前一阵子相对辛苦的 这些相关的股票解封的股票 今天又好像有点想要去做转强 这是2748的云品 那我就跟你说了 这边的云品是法人认为贵的云品 因为这边是20倍 可是从20倍跌下来 回来到80几块的时候 其实也跌了快两成 所以这两成跌出来的空间的话 都是现在目前大家在等 说能不能在这边去做一个 逢低承接持续成长的过程 可是接下来的话 20倍就会变成是一个稍微有压力的地方 所以拉回手稳 留意一下 但是往上的反弹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稍微留意那个 所谓的20倍的那个关键的价位 那以同理而言2727的 网品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守住的月线 也是挑战那个299 300块 那个20倍的地方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 就是大型资金告诉你的事情 那我用我理解的我用白话文的方式 来跟你做一个相关提醒的地方 那同理而言 他就会带动整个吃喝玩乐 对不对 我就说看顶头羊 所以这相关的个股的话 你看像是八棒云集 也跌到了这里是半年线附近 然后守住之后的话 他今天也强谈了6% 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说 他如果从这边开始反弹的话 就很有可能去挑战那个 前高的那个位置的地方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就在我们节目里面 曾经也都跟大家说过 拉回 手稳 转强 这就是趋势成长股 你该操作的一个动作的地方 那当然有所谓的2731的熊师的话 今天也大涨的奇葩 这种都是在创高的拉回过程 领头羊一回稳 他就会回稳给你看 他就会反弹给你看 那这种的话就是一个族群性 一个雏群性的观念 然后三把火的部分的话 吃喝玩乐 那绿能除能 甚至像是生计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时间不太够了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快速讲一下 另外一个错杀的股票 还他公道的股票 创新高的股票是 他 宝瑞 记得我们上次说过吗 那个恐怖情人节在哪里 在这里 2月14号 好大一个缺口 好大一根跳空的缺口 往下跳空 可是那就是一次错杀 可是那就是一次洗盘 可是如果你有听得懂这些相关的 就是这些资讯的话 你就不会被洗盘洗掉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宝瑞那天他公布出来 他的11 12月的EPS 他竟然是腰斩 表现不好 对 可是其实不是腰斩 而是他本来就有例行的税修 然后他本来就 也不能说本来 应该说他就莫名其妙遭受了所谓的汇损 那这两个都是非基本面的问题 他的基本面是无余是成长的 所以这样的错杀的过程之中 就是有一些重讯 他一公告出来的时候 市场会带来恐慌 所以这种恐慌 如果你可以知道这种 就是恐慌而已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说 反正这种低点晃一晃就过去了 这种感觉这种观念 都在每一次的大盘里面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节目里面 有告诉你一些信心 给你一些希望 然后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也算你昨天说到的 我刚刚特别要留时间给你看 这是我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吗 金管会说要公布那个 附险部位 对对对 附险部位 还好 真的还好 也是一来一去 2293亿元 那这两天你就看一下新闻好了 我没有时间讲了 那这是银行对瑞幸的曝险是489亿 然后呢 受险对瑞幸的曝险金额的话是1000亿 那自营商部位的话是比较少一点 不到2亿 那总共加起来是1500 然后另外的话基金的部分的话 也有那种 反正就是110档油 瑞幸的油加证券 那这些相关的曝险 通通都会加起来 就是2000出头亿 这是冰山一角 我应该这样讲 接下来的那种爆雷 或者是相关的那个利空 会不断不断的 有机会可能会出来 但是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官方 不管央行也好 都是美国那边欧洲那边 所以财政部也好 央行也好 什么FDIC通通都好 甚至像是银行他们也拿去存 有没有 300亿就直接进去了 对 那这就是未来你会看到的 接下来你会看到的行情 但是我也跟你说了 就是每一次的行情 好好把握 错杀超跌的一个机会的地方 那当然我还是一样重申一下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2882 国财金 你看昨天跌2% 今天才涨1.23% 然后呢 那个富邦金 然后昨天跌2% 今天涨0.73% 然后呢2889是吗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没有做他 所以我没有在背他 国财金 有今天涨的3%多 但是昨天是跌几% 昨天是跌停板 前几天是跌停板 因为他是前几天爆雷的 昨天爆雷是这档 2834的那个台契影 所以你看 有没有 昨天的那个快跌停板的时候的话 今天 昨天是快9% 9%多 然后今天的话是涨了0.79% 涨的不够跌啊 你真的永远都会觉得 怎么上面那个缺口怎么那么遥远 为什么宝瑞那个缺口可以这么快就站上去 为什么这种金融股的缺口是一个缺口接着一个缺口跑出来 这就是因为 这些股票 今年的获利都 都恐怕会不如预期 那这些相关的以前的那些号称所谓的存股族的网红 目前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敢不敢再跟你讲这个观念 但我敢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些个股的话 短时间你会很辛苦 长时间可能你要到三到五年 你才能再把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股息跟一些相关的追高 你如果真的有追高的人的话 那你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 你搞不好等到两年三年之后 你才可以慢慢把这些钱把它 稳稳的再把它配回来 但如果你可以加入需要我们的团队需要我们的协助 需要加入我们所谓的极有股精英班 那重申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希望可以买到即使大部位 即使是那个你有一些需要换过来的资金部位 你可以买的安心 然后可以买的就是不用怕行情波动 然后你可以比较安安稳稳的 可以把这个股票把它买下来的话 那我才特别的帮大家成立这个所谓的极有股精英班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们协助 来做持股的泰国换墙 然后来去做个股的诊断 然后帮你把每一档个股把它调到 调到接下来数字有支撑的 半信半疑中成长的数字有支撑的股票的话 换用LINE 然后换用0800来跟我们做相关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想跟着大人哥一起来利用拉回的时候 来逢低布局这些有数字的精英股 这些基优股 或者是手上有一些表现不太理想 金融股航运股这些会让你的财产受到损失的 这些股票想要来换股的话 都欢迎您现在可以直接拨打 080066 8085 080066 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透过LINE ID是小老鼠DAREN888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先做持股见解 接下来太若换强 那么基优股的买点到马上带你同步进场 感谢你的收看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